这只吐蕃鼠是家里名副其实的老大 连猫咪看到它都要退避三手 只见白猫努力放轻脚步 试图避开吐蕃鼠的视线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它脚下一滑当场打了个机灵 而吐蕃鼠立刻计算好最佳路线 从下方绕远给白猫来了个包抄 直接把它逼了回去 此时此刻 猫咪的眼睛里写满了弱小跟无助 好在女主人很快端出两个饭碗 是一小猫该吃饭了 但是要如何安全到达地面 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白猫的老婆先一步跳了下去 没想到被逮了个正招 为了英雄救美 白猫只能舍身吸引吐蕃鼠的注意力 结果被直接逼近角落 重重地警告了一下 不过多亏了她的无私奉献 老婆才能顺顺利利地吃上午饭 没一会儿 好不容易逃出魔爪的白猫也来了 可是她每吃几口 就要警惕地看看四周 还要时不时地换个位置 甚至吃饭速度 都比普通猫咪快了好几倍 恨不得一口就能吞下所有猫粮 因为只要稍不注意 屁屁就有可能遭殃 土拨鼠先是赶走了白猫的老婆 将她的饭盆据为己有 守着那么大一碗猫粮吃得喷香 但可怜的母猫 只能缩到一旁捡地上的生饭 看到这一幕 白猫只觉得自己压力山大 她也不敢再吃了 赶紧趁着土拨鼠还没发飙 偷偷跳到了桌子上面 这时女主人终于看不下去了 她抓住土拨鼠好一通教育 然后把她关进了笼子里面 女主人说 这只土拨鼠先前并没有这么霸道 但是最近一个月都在跟老婆吵架 只要稍微靠近就会被老婆一顿臭骂 所以她的心情一直很差 又因为无处发现 所以把气都撒到了这对猫夫妻的头上 以前两只小猫经常在地面上玩耍 现在却不得不爬到高处躲避土拨鼠的攻击 只有当自己把土拨鼠关进笼子里时 他们才赶出来溜上几圈 不过这种方法也不是百分百安全 因为土拨鼠非常聪明 每次都会绞尽脑汁想办法越狱 只见她用力啃咬头顶上方的护栏 终于把没有钙岩的龙门顶了起来 接着她抓住栏杆 就是一套引体向上 借助侧面的支撑 顺利跑了出来 而她重获自由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母猫算账 当猫咪看到土拨鼠气势汹汹地冲过来时 吓得掉头就跑 她借助先天优势跳到了画框上方 为自己寻找藏身之处 可土拨鼠却因为又矮又胖 连上一个十几厘米的台阶都异常费劲 不过她虽然没有灵活的身姿 却长了一颗聪明的大脑 土拨鼠踩着笼子侧面 爬到了架子上方 可惜白猫夫妻早早发现了她的动向 趁着土拨鼠还在卖力运动时 悄悄逃到了别的房间 所以等她到达目的地站起来一看 猫都没了 好在土拨鼠也不是轻易放弃的性格 她紧追白猫来到了走廊外面 中途还引起了极大的骚动 连家里的狗子看到她都在不停吼叫 而当猫猫发现土拨鼠就在门外时 立马跳上椅子轻轻喵了一声 像是在提醒摄像小哥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 这种鸡飞狗跳的闹剧每天都要在家里上演一遍 把女主人也是愁得不行 她说土拨鼠不仅会在地面上攻击猫咪 有时候还会从高处跳下 发动自杀式袭击 不仅猫咪遭殃 连自己的画作也跟着倒霉 所以有什么方法能让土拨鼠夫妇破镜重圆 变成了一个紧要问题 为此女主人专门咨询了宠物医生 而医生在观察过两只土拨鼠的行为之后 很快就有了结论 她说雄性土拨鼠之所以变得那么暴躁 是因为求爱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而雌性土拨鼠之所以一直拒绝它 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生活环境 一声让女主人给两只鼠子换了一个大玻璃缸 在里面埋上松软的椰土 这样他们不仅能打动发现 也有了充足的时间调剂感情 更重要的是 土拨鼠再也爬不出来了 白猫夫妻终于回归平静的生活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前都是在表情包中看到土拨鼠更多一点 没想到现实中脾气也这么暴躁 以前都是猫捉老鼠 放到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老鼠捉猫 不仅要捉 还要追着屁屁啃上一口 真是勇气可嘉呀 不过这种家养土拨鼠 应该是经过检验检疫认证的 提醒小伙伴们在野外看到土拨鼠 不要轻易靠近 因为它携带狂犬病毒 一旦被抓伤非常麻烦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